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快男是31岁 你之前去申完申请可以 可以孤立你去 我已经太老了 34岁不行 波兰也一样是30岁以下 所以你来跟我们申请的那一天 如果你还是30岁 申请完的隔天已经变31岁 这样是可以的 我们是以申请那一天来认定 不是进入破烂的那一天 就是我刚有举例 比如说你是 今天是8月5号 如果你是8月6号生日 好了 8月6号满31岁 那你今天8月5号还没满31岁 你今天来跟我们申请 明天满30岁不行 明天满30岁不行 就是说 对国内合法的重罪公司 因为只有合法的重罪公司 救济机构才能够重罪公司 到国外就业 那从上面你至少可以知道说 老些救济服务机构是合法的 那至于找了什么样的工作 根据我们这一两年 参加这些活动 我觉得大家同学的经验 基本上交流还是看一下 就是进入对你要去打工的国家的官网里面 他也许会有相关的介绍 或者说就是以前所谓的先进同学 他们设立的网页网站上面去跟他们询问 我们在最近老公七月的时候 那大家都老公七月所以他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我这个 我这个七月微半 雙方的权力关系是什么 那所以我这些七月有一些内容 譬如说 你这个七月的准备 也就是说你是雇佣关系 也是这个承染关系 根本是文件关系 那这都会牵涉到你 后续的这个使用的法规 那我们台湾部交通的话 原则上都是 原则上是以就我们了解 是以雇佣关系为主 也就是说你会使用到 然后共同相关的法规 那所以我们先确定一下 你这个七月的内容是不是 就是国务七月 那国务七月之后 你还要看这个 是不是有契约的期间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澳洲的 这个同学也讲的 这个是我们青年七月份也要讲的 这个你会 你签的这个七月的准备 会影响到你的权益 你需要的一个劳动的法令 那所以我们先确定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的内容 是你的这个叫做 劳务准备的七月是哪一种 接着你们都细约了一个 期间的规范要看清楚 再来就是我们讲 你的工资的规范 你的工资的规范 都写在里面 那另外 他会有点招待就是 工作内容 然后七月便必须讲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如果这个 雇主要求你做的事情 是超过这个 我签议的约定的工作内容 那这必须要提到 这个劳工当事的同意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点 也就是说 你要确认那个签议的 当事人是谁 也就是 劳工要做的事情的 那雇主是谁 但雇主这个签议的 这一雇主的这个 是不是合法的一个代理 或者说是雇主本人 这个我们在签议的时候 都要看清楚 那至于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这个地址 或者是联络电话 或者是走不走这些 这些实际上 都是我们签约的这个 核心下落 那当然 有可能也先规范 也知道说 一定要留联络电话 地址 那我在 我对台湾来讲 这个都是随时可以做变动 因为我联络地址可能会变动 我联络电话可能会变动 那但是我这些 核心的这些啊 劳动下落 这些是不能任意做变更的啊 所以这个 这个以上可以做参考 关于这个 你只要你在升级的过程 因为这个 这个海外社会体验贷款的话 需要一个保证人 那这个保证人 如果说 他可以获得银行的 这个信贷的 审核程序通过的话 你一样可以贷 并不是说你有触觉贷款 你就完全不能去贷这个 就是说你有机会可以 一样可以获得这个 新的海外社会体验贷款 审核通过的机会 主要就是看你的信用状况 跟你未来的款款能力 还有你的保证人的 是你的那个 财力的部分 如果以加拿大来说的话 他也是大概是双周期 但是如果是房租的话 他是以双周期 就是双周期 他是以双周期 就是双周期 有一些事会 会以月来计算 不一定 你只能要跟房东 询问清楚 他的关于你的 季节性问题 我在饭店的话 他是饭店的提供宿舍 所以等于工作一开始 跟结束的话 宿舍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 那如果是那种 很零散的那种工作 你自己找个住宿的话 通常我们会找那种 比较像清廉旅馆 Hustle那种Bandpacker 所以那种 就是以制计算 所以你也不太需要开心 出屋的话 这边有一个 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 MV品牌是 住在都国里面都有 大家 不管外国人 华人都会在里面 然后分享他 他要找房客 或是找房子 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 我们 台湾人 比较居多的一个 租屋区 也可以在里面找 那不然就是一个 爱尔兰的591 就是爱尔兰的591 就是爱尔兰的591 就是爱尔兰的591租屋房 就是这样 叫做Depka1 就可以在这里面 找到饮料的房子 加拿大的那个铝支的部分 因为你到家 就像我刚刚在简报的时候 大家讲 家币的铝支在加拿大 其实没有那么通用 那如果说你铝支换了之后 原则上你一定是要存进银行 可是他马上就可以领现金出来用 所以原则上你带铝支比较安全 因为他是签了名字才用 可是他的铝支就是没有办法 像在美国你是可以直接用铝支买东西 他会找你现金 那这样你如果换家币铝支援 就是换大面额 然后带去加拿大开户的时候 直接存进银行铝现金出来用 那假设大家刚刚会懂了 我们想配料用到方的话 他是属于你上帝 那请务力在当地就义的时候 一定要数据两个必备的资料 第一个是收据 不完备的收据 第二个是诊断书 我们实务上掌控到的诊断书 他是开给你们去做请假证明的 那上面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 所以我一般签提是说 如果可以可以一边当对立生长 他用重链也没关系 帮你当确认的诊断 你冲上去 然后加加多些迷 然后不必记得这两个资料 集成之后 你看你要自己上网上导文申请书 或者是或是回托你台湾家人帮你申请 务必要在旧因期六个月内地出申请 因为我们实务上 常控告都是回国后来申请 可是通常都已经超过 一个上线的六个月内 如果可以的话 记住两个数字 一个是二 一个是六 二的意思是两样子 这里明镜 一个收益 六个诊断 六个生态就因疫情 六个月内地提出申请 那如果还有疑问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全州集书吗 参考我们更详细的收益 谢谢 我们基本上度假打工 在国外他们是比较倾向 不建议去做需要证照的工作 因为需要有证照的工作 基本上他们也为了要恍惚自己有证照的国民 所以他们第一个不希望去抢浪放 第二个需要比较高技术 而且可能需要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 所以这个可能还在努力当中 而且这个也不太符合度假打工的这个目的跟意义 reports 他们可以尽力 所以我们希望保护 triggereda 第二个 一款 对 无始 length 我们李ler 感谢观看